控制器、四伏系统、减速机是工业机器人的三大核心部件 国产工业机器人想要真正崛起 必须要把这三样的国产化率水平提上来 上个视频聊了PLC控制器 今天给大家揭秘一下国产四伏的真实水平 为什么我说东风导弹发射系统、神舟飞船、长屋工程 用的都是高国产化率的四伏系统 看完你就明白了 说之前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四伏系统到底是什么东西 四伏系统是由四伏电机、四伏驱动器、编码器组成 我拿六周机器人举个例子 方便大家理解 六周机器人留六个关节 每个关节处都配备了一台四伏电机 机器人为什么会动 就是靠这个四伏电机去实现的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我们人手的各个关节的动作 控制器就是我们人类的大脑 它会根据程序的设定发出各种指令 四伏驱动就相当于人体的神机系统 把控制器发出的指令 传导给四伏电机 最后四伏电机再根据指令 来实现机器人各个方向的运动 工业机器人现在普遍用的都是交流四伏系统 我们看一下国内交流四伏系统的市场占有率 2020年日本鞍川和国产汇川技术以11%的份额 并列国内市场第一名 三菱和松下占10% 台达占9% 西门子占7% 国产的河川科技 艾斯顿 信杰电器 以3%的份额并列第五名 西门子 博士利施乐 施奈德 罗克维尔等欧美品牌 别看他们市场份额小 他们吃的都是中大型高功率的高端市场 只不过小型四伏的市场需求会更大一点 像我之前介绍过的那些大型重型机床 还有华河工业 这些领域是他们的传统异能 艾斯顿的四伏在机床 工业机器人上用的比较多 信杰的话四伏一般般 主要业务还是plc 其他比较好的国产品牌 还有星辰科技 华装数控 这两牌子主要是供应给军工企业使用的 待会细说 先说一下国产四伏老大 汇川技术 国内综合性工空龙头 这家公司 你们可以把它看作是缩小版的华为 大部分创业元老 都是从华为公司出来的高管 四伏驱动器 四伏电机 编码器 都是汇川自主研发生产的 我找了国内市面上比较流行的九个四伏品牌 我们就拿汇川的SV660型号 和安川 三菱 西门子等品牌做个简单比较 看一套的四伏性能怎么样 主要就是看这四个指标 编码器的精度 电机的过载能力 最高转速 还有速度频率响应的能力 大家对比一下各家参数可以看出来 松下综合表现是最好的 松下游在国内建厂 本地优势明显 主要以小功率为主 转速高 稳定性好 其次就是安川和台达 安川的运动控制器做的不错 但是售后服务是真的烂 台达的缺点就是功率偏小 但性价比高 西门子的优点就是运动控制性能强 产品强调高度集成化 产品体系要比国产和日期更小 结实耐用 不得不说西门子的工艺设计水平是真的高 缺点主要还是贵啊 买到大功率的还行 小功率买西门子我感觉不划算 再看看汇川啊 在编码器精度 过载能力 电机最高转速 速度频率响应方面 和安川已经很接近了 可以说就是同一个档次的水平 而且汇川的价格还便宜很多 总体来看的话 国产在中低功率上 已经和国外基本处于同一水平线 应用在大型机械设备上的大型四伏 在功能 性能 可靠性方面 还是和进口存在客观差距 不过高功率汇川已经在不断突破了 相信没几年 汇川就能在高功率市场有所作为 另外我要提醒大家一点 我们四伏驱动器的核心芯片 几乎全部依赖进口 希望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其实对于我们要求 不是太高的中小企业来说 其他杂盘不敢说 汇川我敢说是完全够用的 大二根据自己的实际应用环境来选择 不要盲目崇尚国外品牌 30块钱能达到的性能要求 为什么要花100块钱 省下其实留着鬼员工发福利不香吗 大家要明白一点 并不是每种应用场合 都对四伏的要求非常高 在某些要求不是很高的场合 完全可以采用国产四伏代替 你不需要那么高大上的位置精度控制 除非你做的产品要求非常高 那另当别论 接着说一下 工艺军工企业的新神科技 和华中数控 这两家公司的存在感 不要看什么盈利能力 主要还是为了避免国际形式的恶化 导致的重点型号 关键原锡线的断供 是为了推进国产化进程而存在的 华中数控旗下的登奇基建 刚上了央视的大型工业纪录片 动力澎湃第五集 好像能代表国产四伏电器的最高水平 大家自己去看纪录片吧 用过的朋友也可以留言说一下 具体说一下 清晨科技 是航天军工高端四伏领域的龙头企业 注意了这是下名企 军工给出的要求就是 要100%的原器件数量 100%的原器件种类 全部国产化的要求 目前已经推出了符合要求的纯100%国产四伏系统 有些朋友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非要双百分之百国产 看看这些四伏都是用在哪的 军用雷达 神舟飞船 嫦娥工程 天空空间站工程 还有历年国庆阅兵上的武器装备 还是我国大型舰船部分武器系统四伏的供应商 这些重大项目都涉及核心机密 肯定是不可能采用国外核心原器件的 哪怕我们国产性能差一点维修频率高一点也必须用国产 中美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 美国出国管税越来越严 少数高端电子原器件和材料依旧存在卡不字的风险 因此自主可控的状况性将进一步增强 国产化替代已将进一步加速 只有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 我们才有制定规则的话语权 而规则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利益分配 下期聊变明器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